各位中时电子报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巧心 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在新闻上看到觉得非常愤怒的一件事情 我国的友邦巴拉圭的总统来访 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一件很重要 而且应该是大家都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但没有想到呢 这个巴拉圭的总统卡提斯 在说话的时候呢 他三度的提到了蒋介石 没有想到呢我们的外交人员在翻译的时候 竟然就直接忽略了蒋介石三个字哦 所以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夸张的一个状况 那今天外国的元首来到我国 那他所表达的内容呢 竟然在翻译之后就不见了 那也令人怀疑就是说 这是不是跟这个蔡英文政府呢 开始一连串的可能想要推动 去讲话去中国话相关的一些内容有关系哦 我们看到前几天在讨论时事的时候呢 也有谈到新的未来的克纲 可能要删除这个开罗宣言 等等相关的一些历史哦 可是我们想要问的事情是 历史会因为你在克纲里面没有提及 它就消失不存在吗 如果民进党政府 蔡英文政府真的想要去推动台独的话 能够用这种欺瞒能够用这种把东西遮起来就好像装作没有看到的鸵鸟心态的方式来面对吗 我想这是一件非常不治的事情哦 再者其实像开罗宣言 波子坦宣言这样子一个内容对中华民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呢很多人他们说台湾主权未定论 这个部分呢就非常的奇怪了 认为开罗宣言不是一个国际的条约 但实际上呢我们在国际法当中可以知道的是 国际的条约它并不一定要用条约或者所谓议定书等等的这个内容去写 它才有这个国际法的一个拘束力哦 开罗宣言的会场有这么多的这个世界的领袖一起去谈这样子一个事情跟宣言 那在后面的这个波子坦的宣言里面呢 也有谈到开罗宣言相关的一些内容 以及后来日本投降的时候呢 也有谈到以上两个这个条约这个的内容 所以其实不管是从开罗宣言到最后日本投降之后的相关的这个说明 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就是说这个台湾的主权并不是在一个未定的状态 但是我们回到新政府的克纲当中去看到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新政府上任以后在克纲上面要去动这样子的一个手脚 无非就是希望用文化台独的方式遂行他们未来台独的一个目标 但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蔡英文总统竞选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那目前呢所有的职权也都是来自于中华民国的宪法 但是我们未来想要推动这样子的一个克纲 却是跟中华民国的历史事实背道而驰的 那我想这也是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状况 那尤其是马英九政府时代呢 想要推动一些克纲的微调 里面就包括了未安抚 这个不是自愿的要改成是被迫的 那日本的统治呢不应该是所谓的统治时期 而是殖民统治时期 然后呢这个中华民国政府不是来接收台湾 而是光复台湾 像这样子的一个用语 其实对于历史来说呢 都是有它的一个脉络的存在的 但是民进党在当初呢 却非常粗暴的去反对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那到现在上任之后呢 针对刚刚谈到的 不管是未安抚是不是被迫的 或者中华民国的政府呢 是光复台湾 甚至呢我们谈到一些其他的相关的内容的时候 蔡英文政府的新克纲 对于这些内容呢 是不打算去做调整 但是却独独的去删除了 开罗宣言这样子一个内容 那实际上就让大家觉得 两岸关系目前紧张的这个状况 蔡英文政府一直没有办法拿到一个更好的 一个谈判的平衡点 那又不承认九二共识的状态之下呢 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子的课纲修改 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做给中国大陆看 就是说我们台湾民进党在执政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去做文化上面的台独 那如果未来呢 如果两岸之间的这个冰点 继续的往下降 然后呢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 逐渐去升温变成是越来越激烈的时候 对台湾人民来说真的是一件好的事情嘛 那蔡英文政府也在最近一直推动了这个年金改革 虽然说军人的部分还没有去做处理 但公教的部分已经通过了 而军人呢也预计是下一波年金改革的一个重点 这个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 就是蔡英文政府要一方面的在历史的部分呢 去做调整推动文化的台独 甚至是未来呢可能去继续的推动台独的这样子的一个路线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两岸关系之间呢 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两岸之间比较好的一个 和平稳定发展的平衡点 可是同一个时间呢又要对军人 又要对公教人员去开刀 试问如果今天台海之间真的未来爆发战争的时候 我们的军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去保家卫国 总不能说当没有战争两岸和平的时候说 这个军人朋友呢少领一点 我们也都不去这个保护你的退休金了 但是呢今天要上战场的时候 却要求我们的军人朋友走在第一线 所以蔡英文政府呢连续做的几件事情 其实都是非常的矛盾的 如果今天蔡英文政府她真的要推动台独的话 那就请她好好的往台独的路线 一步一脚印的去推动 而不是用这样子一个左右矛盾的一个方式呢 去执行她的一个想法 那最后呢可能我们认为会变成是一个 父子骑驴的一个现象 搞到最后台湾人民不买单 台独的人呢对你蔡英文仍然是有怨言的 那军公教人员没有办法在第一线帮你做服务 然后呢两岸关系又还是找不到一个和平稳定的办法 那但是呢又不敢去贸然的宣布台独 那让台湾呢在国际社会上面的发生的机会 可以说是越来越小 最后倒霉的一样是我们台湾的所有的人民 这实在是一件非常让人觉得担忧的事情 感谢观看